我们要再来就是 第一个我已经把它读取了 不过读取的话 现在资料还是长这样子 可是我将来是希望 它能够变成什么样子呢 就是切割完之后的结 切割完之后的话 就是可以分别把它放在 假如说它上个礼拜练习 是只有两个栏位 那我们现在有五个栏位 所以建五个栏位给它 所以这个Values后面的话 也要五个东西 哪五个东西呢 实际上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编号 第二个就是它的姓名 然后再来生日 血行跟电话 这个多这个 这个要把它拿掉 所以特别注意 必须怎么样 把它切开来 那怎么切开来 你看还有 不知道根本命运项 所以首先第一个 我就先不print它 我先怎么样 我先把读到的东西 先把它丢给一个list1 所以读 我就不print 我就把它 把这个东西list1 先丢给list1 OK 读到的东西呢 我先把它放在list1里面 所以list1里面呢 就是放这些东西 OK 等于是这个东西 就帮我把它放到这边list1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接下来的话 我就把它分别一个一个把它读出来 那可是问题要把它避开这一个 所以怎么避开这一个呢 当然我可以找 for回圈 还记得吗 for i in range 然后从哪一个呢 它一般是从0开始 所以我不是要从1开始 为什么1开始 因为我这个不要 从这个开始 到哪一个呢 逗点 到总共 L1N 它这个串列总共有几个 那因为呢 编号 编号从0开始嘛 所以后面50块 应该有51个东西 可是那我将来读的总共有51个 L1N其实就是51 51嘛 我基本上应该 编号的话 因为少一个 所以最后 最后面的一个应该刚好就50 所以就刚好就减1的概念 OK 然后把它冒号一下 所以以后你甚至可以把 这个方法变成一个固定的写法 就反正 我就从哪一个到哪一个 OK L1N就可以了 那一般是从0开始 如果0开始的话 甚至你可以把0给去掉 因为0是可以省略的 OK 那我们是从1开始 这个不能省 好 接下来的话做什么呢 我先把它print出来给你看 print 随便把它print print的话 我就是print什么东西呢 print 我要print 这个 这个 把L1N 里面的哪一个 第几个 第R1N OK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这样print出来的话 那理论上他会先把这个抓出来 把它print出来 再抓这个print出来 所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对吗 理论上会这样子 第一个 第一个 email 那你会想老师 为什么你这边会多一个换行 主要原因是因为刚刚有一个反斜线N 所以如果把那个去掉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什么 点strip 这个应该有印象 反正那个strip蛮重要的 去掉什么 去掉反斜线N就可以 尾巴那个帮我去掉一下 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有尾巴这个 有没有 OK 好 可是问题来了 现在如果你要整个放进去也放不进 因为他这个是一整个 一整个的话 如果我有五个栏位 那五个栏位怎么放 所以势必要把他切开 有没有 有点像你这个东西 把他放到esail里面 让他资料剖析 有没有 剖开来 那还记得怎么剖吗 后面的话 剖析的话 特别注意 我们如果要把他剖开来的话 我们可以用那个sprit 所以哪一个sprit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再做一个加工的动作 就是说 我可以 这个拿 这一个 点什么呢 点sprit 还记得吧 然后呢 用哪一个当成他分割的 剖析的分割符号呢 斗点 有没有 那sprit之后的话 前面要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串列去接他 叫我一习惯就是 第二个就是lis2 然后就丢给lis2了 就丢给lis2了 所以lis2里面放的就是 这个别一个 一个一个的 一个的 OK 那如果现在怎么样 把lis2 print出来的话 如果把lis2 print出来 这样 OK 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它就长这样 它就变成 切开来的 然后放lis2里面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 如果我要把它个别拿出来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要取出第一个的话 那就什么 瓜虎0 第二个的话就斗点 有没有 那就瓜虎1 瓜虎2 瓜虎3 所以特别注意 个别取出来的话 这个的话 指的就是中瓜虎1 这个就中瓜虎 这个中瓜虎1 2 3 4 所以我将来我就可以用这个方式 来把它把它这个输出 所以如果我们就输出好了 如果今天是希望输出什么 输出中间加豆点的话 我就大瓜虎 豆点 比如说5个 2个 3个 4个 5个 OK 后面的话你可以点什么 点format 然后format的话意思就是说 可以把后面的东西丢到前面去 再做输出 所以我可以什么 这个 第一个是0 第二个的话就是1 然后再来就是2 这个有简单的方法 再把它复制到这边 这个变2 然后这边再把它复制一下 OK 分别是什么 0 1 2 3 4 那它就是什么 一个一个的帮我放在这边 中间就加豆点 OK 资星给各位看一下 资星 还差一个什么 看得出来哪里错吗 少一个瓜虎 有没有 因为这个瓜虎 后瓜虎 这个地方是format 后面print 也还有一个 所以少一个 它这边有语法错误了 我可以执行一下 好 这样的话就输出了 有没有 意思就是说呢 它分别把一个一个东西 帮我放在前面这个字串里面 好 那可是还是有换行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 最后这个 有没有 后面有一个反斜线 所以最后的话 你可以把最后这个点什么 点ship 然后把它反斜线N一下 也就把最后这个 因为最后这个才会有多一个 那个换行符号 所以把最后那个拿掉 执行 这样就OK了 所以其实 虽然我们看到现在的结果 是跟刚刚的那个还蛮像的 有没有 跟那个print list 一样 可是实际上背后 我们已经把这个资料给切开来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所以也就是等一下呢 我们可以稍微做个改变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把它丢到 资料库里面 哪些地方可以 OK 所以你会看到我把它切到 资料库 我们最待会要跟资料库结合 结合哪一些呢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建立一个资料库 第二个建立一个资料标 再来的话 insert into 那我们就可以value 后面这个 放刚刚那五个东西 一个一个把它丢进去了 OK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一段 这个 其实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 其实就是哪一段呢 就这一段 第46页这里 OK 不过这里我好像少了一个 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再加一个 dance strip 这样会比较精确一点 这边的话 把它在后面这边 意思就是这个换行拿掉 dance strip OK 稍微缩小一点 这个行 OK 好 那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刚刚只有五行程式 主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那个 member.tsd 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呢 先把它变成一个串列 一行一个 一行放在串列里一个 一个一个 一行一行的分开 然后再把它一行里面 按照那个逗点 把它script 资料 剖析 剖完之后呢 放在第12里面 那将来的话 可以从那个 里面 第12里面 就一个一个把资料给取出来了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些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要 把这个资料呢 丢到资料库里面去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了解一下怎么做